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豆子孔 一个不安于事 热爱全台走透透的大叔 我喜欢认识每一个乡镇 每一个环境 每一个在地的佼佼者 跟着我一起去交游 平凡小事 也能发现新世界哦 说到了桃园 我们会想到台湾的门户 桃园机场 据说今天我也要去接鸡 但接鸡的地点不是在大园 而是在龙潭 龙潭有机场 搞什么飞机啊 姐夫 你好 你好 我听说大家都会来你这边 要接鸡跟送鸡 但你才没记住啊 你要怎么接鸡送鸡 吃小鸡的鸡啦 小鸡 对 接小鸡 对 我们现在推小鸡出租的概念 对 当初是这样子啊 就是很多人想要养小鸡 对 但是它是没有经验的 所以我就提供整套设备 让它可以带回家去饲养 一段时间就是大概一个月 我们初吃小鸡的概念在于说 可以归还 可以还的 对 你知道吗 就是当你养一个动物的时候 你就要养它一辈子 对 可是不是每个人 都有办法在家里面养鸡 好 鸡的寿命有多长 鸡的寿命 如果你好好照顾 因为很多时候鸡是拿来吃的 拿来吃的 所以三个月 六个月 可能就被宰杀了 所以你不晓得它 真正它能活多久 如果说你没有宰杀 把它当成宠物饲养的时候 四年 五年 十年以上都用 十年以上 对 哇 鸡可以养这么久 可以了 但是那没办法 因为普遍的 大家的蛋白质摄取来源 都是鸡蛋跟鸡嘛 对 但是你就出租小鸡 对 然后听说你现在有 还有2.0版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不能够 人跟人互动就变很少了 对 所以我就退出另外一个就是 我直接将孵蛋集受精卵 还有小鸡出租的设备 整个都寄到他们家 寄到他家 他可以在家里面孵蛋 我把小鸡孵出来 然后再加养一段时间 等一下 他回去要怎么敷 放在腋下吗 还是放在腋下吗 有机器 有机器啊 我都会写住 我都想去他怎么敷这样子 好 来看看 我现在就要去剪受精卵 好 好 我就带你看我怎么做 好啊 好 走走走 来看看 好酷喔 有多鸡喔 它是不同品种吗 对 这是不同品种 这是什么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 那个白色的是苏萨克 苏萨克 对 英国的品种 苏萨克 对 然后呢 我跟你讲 那个是平常我们吃的土鸡 哪一个 白色我们左手边的 左手边那个 那一只 那是平常吃的土鸡 红鱼土鸡 红鱼土鸡 头鸡啊 我只有一只而已 你只有一只 主要是要有时候体验活动 要跟人家讲 跟人家讲说 你平常吃的是哪一种 OK... 这些鸡一般你们都没有吃 那都拿来做什么 它们都是药用鸡种没有错 都是可以食用的 对 是说它的样子是好看的 所以我就把它当成是 宠物鸡的饭送 我就比较互相的宰杀了 好 那我们先来剪蛋 好 先从蛋开始 这个是北京游鸡 什么鸡 北京游鸡 北京游鸡 对 它是 是吃一大二的利用鸡种 真的吗 所以时期那时候会吃吗 会喔 对 你看 我看到鸡 不是看到宠物 我看到鸡是看到食物 所以绝大部分看的都是这样 对 没错 对啊 像看它们就是 头脱弓的啦 对 所以有些人想要把它当成鸡鸡鸭 对 那我们就那边有瘦鸡卵 我们就要去捡瘦鸡卵 那是瘦鸡卵 所以公鸡跟母鸡是养在一起的 对 好 非常鸡 它不会攻鸡吧 它不会攻鸡的 因为被鸡捉到还是会怕怕的 不会痛啦 但是会怕怕的 这边有瘦鸡卵 这个就可以剪了吗 对 可以 这个就可以剪了 腰砖的地方 还有一个角落 对 其实你这蛮酷的 你每一个鸡舍里面 你的漆架 然后你的那个 它的鸡口密集度 还没那么高 对 它们主要是繁殖的 所以它刚刚有两公或几亩就可以了 你对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它们不需要太多 它们就一直繁殖的 OK 这是北京游鸡嘛 我每次剪完之后 我就先做鸡料 怎么说 然后我就搞不清楚谁是谁 好 要怎么做 我是写N N 为什么写N 就是北京嘛 北方不就是N太多吗 北方 对 这个完了我们都要剪隔壁的 隔壁 隔壁是什么 隔壁是泰河乌鸡 乌鸡 对 来 你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泰河乌鸡 泰河乌鸡 对 有一只 它应该从小就想要当泰河乌鸡 所以它混进来了 对 混到现在长大了以后才知道 其实它是鸽子 你自己看它在里面耶 它怎么进来的啊 你没有东西吃啊 它就飞进来了 它飞进来就不出去了 我跟你说 它不会跟鸡交配吧 它长得还蛮可爱的 对 白白的 而且它机关中的好像一朵花在头上 戴花罐的感觉 所以我们通常叫它玫瑰罐 或者是桑胜罐 玫瑰罐或者是桑胜罐 对 它们都是一直在保护它的蛋耶 全部挤在那边喔 不行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人在这边 好 那边靠它应该就过去了 但它为什么下在这里面 对啊 它们就会下在这里面 它们的习性是什么 是下在桶子里喔 我们就准备一个桶子 让它可以在里面生蛋 很妙耶 它不自己挖洞 它就习惯在桶子 你如果不摆桶子 它现在在哪里 基本上我会希望它 都生在这里啦 这样方便我们采取啦 对 我们收集就很方便 如果它到处乱生 我就很麻烦 鸡汁它在生蛋的时候 它是习惯在一个有凹的地方 对啊 所以 所以你就准备一个有凹的地方 它会直接选择有凹的地方 它不会再自己去挖了 对 那边是一个水桶 或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剪这个了 这个是 这是泰河无鸡的 泰河无鸡 这应该不会分错了吧 对 别看姐夫日里万鸡一派轻松 养鸡前 它其实是年薪破百的药品业务 因为发现民众 对健康有更高的要求 于是决定在2017年返乡研发 益生菌养鸡 因为把鸡当成宠物 姐夫特别找了 三黄胡须鸡 北京油鸡 泰河乌鸡 等特殊品种繁殖 由了受精卵 孵蛋计划正式启动 好 好 拌完之后 我们就拿一个蛋在上面擦拭 把它擦干净 对 那把它这样擦干净以后 它的保存期可以有多长 我们的保存期是这样的 就是 虽然说 骨鸡生下来的时候 会有个保 保护膜 保护这个蛋 如果说这个蛋没有破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可以保存一段时间 如果有破 那水里面的菌 就会跑进蛋里面 那蛋就会 会坏 会坏掉 但当然就是如果说 它是食用蛋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 它 买了就赶快吃 不要说放了 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再吃 破了 就是破了 破掉的 破掉 破掉表示什么 就是表示这个蛋是薄皮的 它可能在运送过程中 也可能有破损 所以不干我的事 不干我的事 不干我的事 可是我们在擦蛋的时候 会发现这件事 我们就会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 它就不会是一个良品 它就是自己 就不会出 我很轻耶 等一下剪掉了 没有 没有 这个是 刚好是这礼拜会出的 可以抓吗 可以啊 通常我们抓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用 像五只爪 就这样抓起来 然后会 这个是什么鸡 这是泰鸥无鸡 无骨鸡的一个品种 就是它头上有很漂亮鸡罐的那个 它们是 它们像现在这样 它身上有的 这个叫做绒毛的时候 对 它是很怕冷的吗 所以我才需要保温箱 就是小鸡出口 需要一个三八度的温度 就是三八度就是母鸡的体温 对 然后我就维持一个这种温度 你看它 你看它的脚 跟它的脚就不一样 它脚是五爪 这是五爪 这个呢 这个是四爪 你给我 是四爪的 四爪 四爪 四爪跟五爪 不一样 泰鸥无鸡就有 有没有鸡脚取暖 会会会 一定要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四爪的什么 这个是三横骨絮鸡 就是 就是广东的品种 广东的品种 它是用来 烧腊里面的烧鸡就是用它 烧鸡啦 好美 我看到猪壳的蛋了 好像死掉 蛤 你怎么知道 它不动 为什么不动 哇 淘汰了 这样淘汰 对 淘汰了 就淘汰了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这种真的很可惜 对啊 都已经到现在这样了 就大家讲好了 就一起出口 然后它就 它就 它就不要 摸出来 小鸡很过躁喔 它用这个叫软鸭 对 软鸭 它是用来轴破蛋了 哦 大概三天左右就没有 对 就是说它出口之后再上去 好... 来 照一下... 看是不是你有这样 最好的是 这是... 这是有写丝的吗 写丝的对 对 这大概14天左右 14天啊 你借我照一下好不好 很有趣喔 我觉得这种观察是蛮有趣的 通常我们会照上面 为什么只照上面 这边有个气室吧 气室 它在就是在照灯的时候 灯要先就是关掉 你这样子看很清楚 環境...環境光是暗的 它就会... 但是它里面是还是会动的 会流动的耶 对 没错 就是鸡的生命是在蛋壳里面 慢慢形成嘛 大概三天左右 它的心跳就产生了 然后再来就是 血湿就可以脱动 对 照左边的地方 直接观察 有没有看得到鸡形状 这里面 你其实看不出它鸡形状 鸡在里面的形状是 它是球的 一球 球的 然后它的头是站在刺身 所以它... 它有办法 拙破一个洞的时候 表示说 它是在里面有转洞的 它已经转开出来了 不是... 它是在这边一直转洞 对 它都把蛋 拙破成这样的一个圆形状 所以它在里面是有在反转 类似说它这样 它的那个会 在旁边这样一圈 咕... 咔 所以我们在看鸡蛋 在图形里面 你永远看那鸡蛋就这样 一般来说 鸡的人工孵化温度 在37.8度C左右 孵化到第七天时 就可以透过光线检查 没有受精的鸡蛋是透明的 能看见清晰血丝的 就是正在发育的受精蛋 全台首创的孵蛋计划 准备好了吗 一起学习如何科学地孵出小鸡 你要让一只鸡 从无到有的产生出来到长大 就只需要这些东西 对 所以当然这是孵蛋系嘛 孵蛋系一定有 好 我们先把这个放进去好了 这个嘛 对 这个要放在 蛋盘里面 蛋盘里面 那我们放的时候啊就是 这个是间距嘛 对 如果蛋小一点我们就是窄一点 对 蛋大一点我们就是宽一点 可以做调整 有鸵鸟蛋就只能孵一颗了 不行 鸵鸟蛋干不起来 好 就这样放着 对 哦 它是放横的 放横的 OK 很多人不知道喔 就把它放直的 你以为是端午节立蛋是不是 对 像这样的时候 鸵鸟在运转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动的 哦 会动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小朋友去 动 你就只要这样就好 每天去动一点点 把它挪过去 就挪到最对面 再挪到最这边 这样子就好了 就是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 OK 把这个盖起来也要孵 好了 21天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像这样子 哇 小鸡出来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那小鸡就是 通常都是爸爸 他妈会教他怎么吃东西喝水 对 我现在他没有妈妈了嘛 所以我就要教他怎么 哪里有水哪里有食料 好 好 要放进去他就会了嘛 对 让我教他他就不用大 带小孩那心情不愉快 来种一下豬肉心情就会变好 每天来看他 你压力也太大了吧 你一次就更这么多 表演一口吃掉它 如果说这样你会快乐的话 我就说会吗 台湾第一店 他真的会快乐耶 怎么办 台湾第一店 要放进去那就会了嘛 对 那我教他他就不用找 那他就不用去搜寻哪里有食料 哪里有水嘛 OK 所以我抓到他 我会抓到他头去碰水 碰食料 OK 试试 你怎么做 那这是水嘛 我教过鷹啦 我没有教过鸡 对 水放的 那我们就会抓一只鸡吧 就是他对 这个环境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嘛 所以我会去抓 用三四手指头抓住他的头 好 我会去碰那个水 碰完水 他就知道他就把他吃吃的嘛 他就同鸡料 他就知道这边有鸡料 好 碰完之后 把他放在酒包下面 他这样就知道了 对 他这样知道了 那如果说我们鸡很多的时候 我就会把一只学长姐 就是这样子 丢进去 用学长起教 他就会模仿 但是这个仰在家里 你不用帮他换电材 换什么 其实不用 底材什么都不用换 我是用微生物 微生物怎么用 微生物是我把菌量摘在下面的电料 对 它可以分解鸡的大部分 分解 那这样就不会臭了 那这样就不会臭了 那都市洋鸡都不能臭了 你臭这件事情 而且都市洋鸡才不能要攻击 对 攻击出来 鸡鸡鸡鸡鸡鸡不怕害羊 这个就是从鸡 从五到五 到底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前 你要先有责任 你就先把它好好的养出来 一路的观察 到眼前 到它健康的长大 至于之后你想怎么做 再说 姐夫说孵蛋计划 虽然提供小级归还 但仅限一个月内 而孵蛋过程中 所有的设备用品等 为了减速环保 也都是回收再利用 姐夫说 因为喜欢鸡不想杀鸡 发挥创意 帮他们找活路 在当地也有一个 青创妈妈军团 为了生活而努力 找新的出路 帮忙送鸡 顺便认识团长Kiki Kiki 我帮姐夫送鸡来了 放哪边 放哪边 放旁边就好了 好 我买到快递 我先放这边 好 谢谢 听说你们这边是一个 清创基地 对 新年文创 算是 我们都从事可能农业 那在透过这个地方 转移一些我们的一个 像后面的这群多肉我们种了 多肉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组合盆栽 对 好我们这里有井立的繁殖 然后也把它做成一个景点 让人家来可以喂鱼 这样子 所以你多肉就是 当然多肉我们就是需要很多的强日照 但是它都一直放在这边 一般多肉啊 它比较喜欢又干又冷的一个环境 冷吗 对 我怎么觉得是热啊 就是冷喔 它有 它其实有分两种 一种是下行种 像仙人长 对 然后一种是东行种 像石莲花那一种 对 所以两种它的原生的环境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我们大多都是种 除了仙人长之外 对 几乎都是东行种 东行种 那你这样子种多肉 你有什么秘方 还是秘据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带你来去挖堡 挖堡 对 我们这山上呢有很多堡 确定 真的 干贵这整个山头都是你家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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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 三分之一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我们去那三分之一里面来挖 走走走走 带你去挖堡 好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 所以你这边要挖什么堡 这里很多堡可以挖 还是这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这个是备木料 这个也可以当那个 这个也可以吗 对 等一下我们点一点就不用了 所以你说这个当然当电材有机值嘛 对 那它这边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落叶 这整条都是耶 其实这个是砍树砍下来的树枝 然后我们用碎木机把它变成细细的 然后丢到这放到这边来吗 对 它就可以是有机值 而且这个放在地上 它会是很多甲虫幼虫的一个食物 所以会有很多的生态的东西 会在这边滋养 所以你就把它弄在你们的后山 然后吃完了以后 它在里面也会有一些排泄物 然后就变成有机值 就变植物会想要的 对对对对 被物利用 我们拿一些回去 拿一些些就好了 我们先带一些回去 那你说还有比较大的 对 你看像这种啊 我们也可以拿来用 给你猜猜看它有什么用途 它 它可以怎么用 应该就是造井吧 造井 很赞 对不对 就很像我们水竹缸里面的 沉木一样 是 但你看它这么大一个 你要怎么弄 就是整个立起来在家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放橙的 去做一个装饰 像你看这种天然 因为它都有树洞啊 白蚁吃过的 白蚁是我们天生的艺术家 帮我们把木头 比较空心的地方是 比较软的部分吃掉 那剩下比较硬的这个部分 就可以拿来做组合 好 等一下 那把它拿出来先 我下去帮你拿 对 我搬另外一边 好 等一下喔 我们来把这个带回去 对 让它大变身 大变 大变身 原来路边不要的枯枝和落叶 加以利用 就能成为多肉植物变身的好法宝 Kiki说它的多肉植物 使用透气透水的介质 加上露天放羊 让它们适应台湾气候 植株强健 而且颜色自然 透过不同形状色彩的组合 就能营造出美丽的多肉花园 我们的植物都是好的土 对 所以其实只要捏一捏拉起来 放进去就好了 就这样 对 你其他的这些 我们刚讲到这些树枝什么的呢 就把它补底下 如果太深 像这底下洞太下去的话 太刀 你就把它补在这里面 对 你原来是学什么的啊 听说你这个是半路才开始做的 对 等于算半路出家型 对 因为驾来这山里面 没有可以做些什么 驾来山里面无聊了 你该不会很多个小孩吧 跟你猜 看他刚那个倒抽一口的 我就大概至少三个 至少 基本三个 对不对 都这么厉害 没有 因为妈妈基本上都会 都会这样 你都自己带吗 对 都是自己带 哇 辛苦喔 妈妈真辛苦 超累的 全职妈妈妈 全职妈妈妈好累 谢谢 我会接触多肉也是 那时候想要找工作 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结果发现说 带小孩那心情不愉快 来种一下多肉 心情就变好了 每天来看他来讲 不是 你压力也太大了吧 你一次就种这么多 你是大到一次跟你老公讲 哇 我要多肉 哇 就全部都是多肉这样 因为这个 你一开始种几盆 原本 原本只是三五盆而已 然后就开始觉得 蛮有兴趣的 就开始收集品种 越来越多 那多肉的品种很多 上千种 对 所以就一直 从十几年前开始收集 直到现在就 差不多一千多种的品种 它每一种多肉的生活 環境跟它种植的環境 都不一样 对 每个成长的 因为每个类型 叶子的大小 适应太阳的那种 日照强度都不太一样 对 每个去观察一下 它的成长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真的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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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当初怎么跟你老公讲说 你想要种的 多肉 还是他是他 因为他就去养鱼 过鱼 去养 他在混水摸鱼 我就来年花热草 哦 所以 所以就是 他也觉得 你这样子也蛮好的 就蛮支持你也是继续这样做 对 然后开始收集品种 有了一个自己的事业 对 植物就像是绿色宠物 虽然不会动 也没有声音 但欣赏多肉 一样能疗愈人心 十多年前 Kiki从朋友手中 获得几盆多肉 也因此 让他走出忧郁 现在他与植物为伍 分享快乐 帮助更多人 从多肉开启了 事业第二春 Kiki也带领其他妈妈 组成的创生团队 串联周边其他产业活动 透过在地妈妈们 与回乡亲笼 带大家看见不一样的家乡 而要认识一个地方 食物绝对是第一首选 我把它打 打完之后把它放在 对 它已经差不多发了 然后就把它放上来 这样 对 要很多吗 还要再来 就把它一分为二 这都要是不是 还要 对 还要 把它全部用完 我跟你讲 甜点 我老婆就很喜欢做甜点 所以那个时候她就说 她要去学烘焙 我说好 你就去 要学什么都学 她说我要买烤箱 好 去买 只要你会开心 都好 这样子 对不对 比包便宜 其实不瞒你说 她也会买包 但是我觉得都好好不好 对 钱再赚就有了 对 对 用这个 这个感觉很好吃 对 你这个里面还要吗 不用了 不用了 好酷喔 好吃喔 你来一口 你来一口 我刚只有填这个 你这个我没有填 你填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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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耶 我会油腻 到这里要 好吃喔 好吃喔 好 来 我这个先把它放旁边 好 来 这个要怎么摸 把它摸起来 可以把它摸 在客家饮食文化中 艾草可以广泛运用 其中 艾版更是客家人的代表食物 KIKI和团队颠覆传统 做出超人气的艾草生乳卷 看起来卖相很不错 滋味呢 我吃一口看看 如果说 这样你会快乐的话 我就做 会吗 他真的会快乐耶 这前段 这位需要休慢 有点可怕 horse 赶快飞太急 我跟妳讲 只要妈妈们会快乐 什么都好 好不好 谢谢 好棒 你看她快乐了嘛 A Piece of Cake 有美食吃又能讓媽媽開心 可樂而不為 Kiki在多肉世界 找到成就與快樂 接下來去認識 她那愛混水摸魚的老公 聽說她養的魚還會飛呢 難道你就是傳說中 混水摸魚的老公 但是老公混水摸魚 總比老公去碾花惹超好嘛 對不對 這等下要幫她講一下話好了 好 再來 大哥 問一下 你這樣混水摸魚 聽說你的魚會飛 但是我沒有看到魚在飛 因為這一個 是我們沒有放鳥王的話 對 可能會有鳥吃掉 這一尾魚要多少錢 像這種的大概會在 一千到兩千之間 一隻鳥下來就吃走你一千塊 對 這隻鳥 等一下 這隻鳥吃的魚 比我們吃的魚還貴耶 這個比較特別的話 這一隻一般比較大喊得到的 這都是帶鑽石鱗的 鑽石鱗 對 有沒有 對 它的角度不一樣 它們的亮光反應都還一樣 台灣第一點 聽說你的魚會飛 但是我沒有看到魚在飛耶 現在魚還在裡面 現在看不到 它撈起來 要不然你穿個青蛙裝 下來幫忙 你現在是要約我一起渾水摸魚就對了 對 不會碾花惹草 好啦 我小時候也常常被約 渾水摸魚啦 好不好 那我就來渾水啦 走 走 欸 大哥大哥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從哪邊下 這邊喔 欸 要走好啊 滑的 是喔 唉唷 啊 蠻滑的耶 我的天啊 呃 呃 呃 喔 好像在玩那個 滑雪啊 哈哈哈哈 大哥 啊你這個是在收什麼魚 我們這個叫 我們現在在抓這個是 龍鳳 龍鳳井裡 那井裡為什麼會飛咧 因為它的起是我們一般傳統的井裡不一樣 它游起來的姿勢很像蝴蝶一樣在飛一樣 啊你養在這裡它也看不到啊 欸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 抓起來 然後在上面 那個 篩選 篩選喔 對 好啊好那我先幫你收好了 我們先把它收起來我們再來 好 再來看到底它是怎麼飛 好不好 好 我要怎麼幫你 還是我幫你看 哈哈哈哈 我幫你在上面拉這個 欸可以 回去 回去 我幫你拉 走 快過來喔 可以喔 所以要把它包過來就對了喔 對 它等於算尾網嗎 算尾網 等一下它會 所有的魚會集中在那個 紅色的那個中央 對 欸剛剛是有魚在跳嗎 對 因為後面它就越來越會跳 這一池裡面大概有幾尾啊 呃 因為這個是我們沒有防鳥網的話 對 可能會有鳥吃掉 蛤 因為會有白鹿絲啊 夜鹿啊都會來吃 對 等一下 景點不是都很貴嗎 這一尾魚要多少錢 要看耶 我們是看花色的來取決 平均下來好了 平均下來如果 像這種的大概會在 一千到兩千之間 一隻鳥下來就吃走你一千塊 對 欸 欸 這隻鳥 等一下這隻鳥吃的魚 比我們吃的魚還貴耶 每年三到五月份是景點的繁殖期 但魚苗放養土糖之前 得先精心布置 除了原本的養殖池要徹底清糖 抽乾池水後還要再曬太陽殺菌 而我們捕撈的龍鳳景點 大約養了半年 今天收魚除了供出貨 另一個目的就是為了給魚寶寶們 準備乾淨舒適的育嬰床 這裡面都是泥巴耶 真的 所以 以這樣看來景點它是養在 它也不算底漆對不對 它不算它其實上中下移 都有 都有 那為什麼下面要泥巴池 你為什麼不用乾淨的池呢 因為這個魚苗在這種景點 所有的魚類大概小的時候 都是吃那個昆蟲類 很細的微生物 所以說如果你是硬池的話 那微生物太量太少 量太少 基本上養不起來 所以還是要有微生物 要不然其實如果乾淨的話 也比較好管理 但因為它要有微生物的存在 所以它就養在泥池裡面 它就是 也算是一個自然養殖法 對啊 因為反正你連鳥都可以來吃了 對 你應該也沒有什麼在管吧 那你不怕鳥 來吃掉你那尾最漂亮的嗎 有時候我們就會把它 再高檔一點的話 就會放在那裡有方鳥旺 有方鳥旺 好重 太重了吧 真的滿重的耶 原來這裡有水 新的水 讓它比較不容易缺氧 好 那你說這個會飛的魚 你是覺得它會跳 比魚躍龍門的飛嗎 不是 因為我們這個魚叫做龍鳳旺 然後英文他們 英文的名稱他們叫做 Butterfly Koi Butterfly Koi 對 你看它的翅膀就會比 我們這邊也有傳統的 你看這個翅膀就不會那麼長 對 它的翅膀就是短的 油起來會感覺就是 如果說你放在缸裡面的話 它就直直了 它流起來就是沒有很多 它像這種 你看這種 這種 它是大腸的 它是這種 變成大 然後再打開 對 然後它的翅膀會放大 它一段時間 它等它養到大的之後 它的鼻 一般景點會有 我們都會講鼻球 對 它的鼻球會再更大 像一個肉球一樣 對 它會跑出來 桃園的錦鯉產業 曾經蓬勃發展 卻因養殖環境與產業沒落 至今只剩屈指可數的錦鯉繁殖場 陳紹家的錦鯉場 從父親到現在 已有30多年歷史 因為培育出特殊的龍鳳錦鯉 才能夾縫中求生存 這個 我怎麼覺得這裡好像是要下棋 在溪流旁邊下棋的感覺 對 這樣子 為什麼要在這麼高的地方撈 你不在下面撈 龍鳳的錦鯉 沒有辦法 花大筆的超票 然後就可以買到完全 沒有 它不少要沾到古代以後 你才會有錦鯉出來 龍鳳 它的錦鯉 龍鳳錦鯉 龍鳳錦鯉 對啊 台灣第一店 這樣子... 為什麼要在這麼高的地方撈 你不在下面撈喔 我們如果在下面撈的話 我們要分類的話 我們要拿上來 所以你坐在高的地方 直接這樣丟... 然後它這個... 這個現在還算... 這個魚有那麼大隻 還算好 好玩喔 算好挑 對... 你比較沾了 就是這樣 對 我們現在是在挑 我們剛才撈上來的魚再來挑 這怎麼分 對 我們現在... 因為只要我現在要... 只要做外銷的話 你可能會要挑... 這個比較簡單的話 就是... 像那個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龍鳳的 龍鳳的 對 它的手機比較長 我們就要另外挑開 因為這個是客人要的 對 像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叫做龍鳳空鯉 龍鳳 對 龍鳳空鯉 天空就是空 它空 對 它有點像我們 其實一般人看到 以為是像我們的... 像這個... 這個顏色 像我們一般食用的 鯉魚 對 只是說這個 我們把它改良變成長的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挑起來 是我們要留的 這我們要留 就是客人要的 它是要龍鳳的 所以我們會... 我們就會放下去 對 像這個都是一般很傳統的 它是轉尾的 轉尾 對 外銷 外銷沒有 它不要外銷 它不要轉尾 它不要轉尾 它龍鳳 外銷就是你 而且我發現井裡還蠻耐的 就是說我們光這樣子挑 然後你就像我從這邊這樣 龍鳳拉起來 然後我就把它直接這樣 對 也不會怎麼樣 對 不會怎麼樣 可是魚越踏實的時候 就不要這樣 不能這樣子丟 OK 對 然後它很容易 像這一般的呢 一般的我們就先丟在那邊去 我們還要再去分類 這個 龍鳳... 我看到了 我看到 對 那個就是德系的 德系 沒什麼鈴片 對 它就滑了 沒什麼鈴片 鈴片 然後只有一點點耶 旁邊這邊都是沒有鈴片的耶 對... 德系的喔 對 這個比較特別的話 你看這邊也有比較... 這也是一般你要把看不到的 這都是帶鑽石磷的 鑽石磷 鑽石磷 對 這我們叫做鑽石磷 有沒有 它鈴片裡面會帶亮片 有沒有 一個角度 它在太陽光底下的時候 我們看到會亮亮的 有沒有 看到這個角度 好... 等一下 我找一個... 它會亮 這裡... 就有... 這樣... 有沒有 它的角度不一樣 它的亮光反應就不太一樣 零片的感覺 好厲害喔 像你這樣混水摸魚 也混到了專精耶 沒有 這自己愛玩 愛玩 這個... 這個的旗好大一點 這個很大一點 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的旗真的很大一點 而且它的旗還比較... 比較... 比較軟 它沒有說那麼容易的 所以說它繁殖之外 它沒那麼... 它的難度會比較... 它會比較高 它的難度比較高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像這種我要改一下 大叫一下 十來年才有什麼感覺 這種的 十來年才改出一個這個等級 對 所以它看起來會飛 會飛的魚 主要是因為它這個旗 感覺像好像就是 它好像湖邊一樣 在飛的感覺 對 像這個看得就很清楚 好漂亮喔 對,那是不錯 它這個... 你看它... 它這個... 它有一個特區別在這邊 特區也會比人家長 對 它有... 體科會有四個... 四個區 對 它一般傳統的 有區 有區 可是它的區域還是很軟 很軟 它看起來就很像... 然後它的... 龍的魚一樣 對,因為為什麼... 我們找幾句 它叫做龍鳳梨 因為... 長得像龍 頭像龍猴 然後它的... 它的... 像鳳梨 它會像鳳梨 龍鳳錦梨 對 它後面就很說有龍鯨 龍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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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了... 好,它就這尾給你抓 好 這個就這樣,龍鳳錦梨 陳少說龍鳳錦梨的祖賢 是兩尾從日本進口到台灣的查理 當年他們來到台灣後 因為水土不符或氣候因素 魚鯨和尾巴發生了變化 在日本錦梨場引回日本培養失敗後 反而在自家的錦梨場 與普通錦梨繁衍後代 成為新品種的龍鳳錦梨 多年來更陸續選育出新的品系 所以這些是 你會擺在這入口的這個缸 是你收集的品種你覺得漂亮的 你都丟在這裡嗎 是 這裡面的品種 應該是有一些是比較特殊的 你外面也看不到 比較看不到的 自己的收藏 台灣第一點 對 你像這個就是 德國文牌 它已經沒有靈片的 對 對耶 它這靈片只有一排上面 那一排而已 對... 這個呢 這個叫做龍鳳孔雀 龍鳳孔雀 然後這個... 這個叫龍鳳金兜 龍鳳金兜 對 但我剛剛有看到有一個很像金魚 它混進來是怎樣 它不是金魚 因為現在人家的水體比較小 所以說這個 我們現在都是把它改良在縮小版 然後最大的體型 可能就改到這樣子 這是最大的 對 然後它不會再大了 那所以以一般家庭來說的話 對 像養愛家裡的魚缸 這個大小比較適合 對 不會說像一般 我們如果真的要養金魚的話 大可以很大耶 對 對吧 像我們就是縮小版 然後這裡面你看也有黑色的 那黑色的 全黑的嗎 對...全黑的 有沒有 對 對 黑的好像草魚喔 會不會有點像 有點像 不過 黑的大概就是說 會養一隻就是風水魚 風水魚 有一隻黑色的 但它是龍鳳的 漂亮的 對... 所以這也就是你 如果說有客人來 你會先帶他來到這裡 讓他先看 哪一種品系 他比較喜歡 然後再去挑大魚 再去看他需要什麼東西 對 因為我們玩的品系太多種 這裡面可能只有上 四分之一的品種 四分之一而已 對 你實在是 滿幸福的混水摸魚 還是一件快樂 自己喜歡的食物 變瘦長 對 每年累積起來的 根據研究 不論是傳統或是龍鳳井裡 環境對井裡外表的影響率是 百分之四十趴 而遺傳則是百分之六十趴 想要培育出一位體型優美 色澤鮮明的龍鳳井裡 需要在成長過程中 經過多次的篩選 可說是萬中選一的水中火寶石 陳少 這麼多的火寶石 今天哪一位要見客呢 要一隻非常的龍鳳的紅白 紅白 好... 你熟得到 給我三分鐘 我確實要懷疑老闆 可以耶 這也太快了吧 然後呢... 那個網子可以給你 然後你後面那一個 沙網那邊 對 握住 對 握住 好 然後... 這樣把它撈起來嗎 對 然後頭 先套它的頭 套它的頭 對 我知道... 你過來一點... 等一下... 不是你要過來 對 要拉直 好 等一下喔 放放開 這... 好重喔 好重喔 它這整個的袖子 對 它整個這算兇旗嗎 兇旗 兇旗 對 然後還有它的尾旗 對 然後還有它背旗 它都屬於比較像蕾絲一樣 對 像你好像穿了一個Tuxedo的 燕尾服的感覺 對 像我們以為從剛剛這樣 從小魚鳥開始養羊 然後這麼大 要多久時間 想到那麼大隻的話 通常大概會花到 三到四年的時間 三到四年 其實熔縫的金魚 對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說有花錢 花大筆的銷票 然後就可以買到種子 沒有 它是不是要從... 譬如說 我可能這個品種沒有 我要改成蛤系的話 對 我要由它當骨子 然後去找蛤系的金魚配它 對 然後可是它是生出來的時候 它已經會 哪個零件都亂去發燒 對 對 所以說那時間花得很長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講說 至少要沾 沾到五代以後 才會有幾乎出來 所以它算是選玉 對 每一次選起來... 然後慢慢把它的選 想要的特徵 集中... 出現到你要的 對 所以還有時間 對 所以這個... 沒那麼簡單 真的沒那麼簡單 好吧 就算你老婆在那邊 撵花惹草 然後你在那邊混鎖摸魚 也就是一個 各找到自己一個 可以紓壓 減壓 療癒自己的一個 事業跟活動 也是一個快樂的事情 只要快樂 有何不可能 對不對 又不影響別人 我記得 我一定要去 看完了今天的节目 有没有什么获得呢 如果有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